你很难想象 雷达这个人畜无害的防御装备 一开始却是被当成致命武器来研发的 1935年 英国政府委托物理学家罗伯特·瓦特 研究无线电波 希望用它来追毁德国的飞机 但很快 这位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 无线电波同致命射线之间的差别 就如同弹弓同导弹之间的差别一样大 飞机看来是打不下来了 但好像也并非全无军事价值 就在这项研究刚刚开始的几周之内 瓦特就发现 通过测量从机身弹回来的 无线电回升延迟的长短 就可以得知飞机的飞行方向和距离了 于是从此就开启了雷达的职业生涯 这让我不免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说 是蝙蝠启发了人类发明雷达的吗 看起来它又是另外一个 你千万别太当真的立志故事而已 我是人称百科全数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雷达当中的神器相控阵雷达 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它能够强大到探测出像 F35歼20苏57这类陷阱的第五代 隐形战斗机吗 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先来看看雷达最基本的工作原理 其实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挺像我们的眼睛的 首先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看见目标 只不过一个考的是可见光 另一个考的是无线电波 其次想要看到不同方向的目标 都是需要转头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传统的雷达都是始终在不停的旋转 然后想要更清楚的观察目标的话就需要收窄视角 我们可以借助望远镜 而雷达可以增大天线面积 天线越大波数越窄 判断的精度也就越高 但问题也就产生了 大天线它转不快 少一圈回来目标可能已经飞跑了 这就尴尬了 怎么办 相控阵雷达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怎么个解决法呢 靠电磁波的干涉现象 在相控阵雷达的天线平面上 规则的排列着很多微小的单元 它们有点像是昆虫的复眼 每一个都可以单独的发射和接收电磁波 当这些独立的单元发出的阵弦波 同时向外传播时 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建设性干涉和破坏性干涉 使之加强或者减弱 就像两个完全同步的水波一样 当碰在一起之后 垂直于它们中心连线方向上的波温得到强化 而其他方向上的波温则逐渐消失了 好 这是两个波完全同步的情况 要是它们不完全同步呢 要是第二个比第一个稍微慢了一点点呢 这个称之为相位移动 相移 那以此类推下去 第三个又比第二个再慢一点点 第四个又慢一点 第五第六第N个都是这个规律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来控制 每一个单元所发出来的电磁波的相位差 实现在它们相互干涉之后 朝着我们想要去的方向传播了 这便是相控阵雷达的工作原理了 完全不同于传统雷达的机械扫描 它靠的是相位移动的电扫描 速度差别是以数量级来算的 而且更加灵活 能够跟踪更多的目标 拥有更强大的抗干扰性 以及更能够发现隐形的目标 对了 这隐形飞机 雷达是怎么把它探测到的呢 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说是隐形呢 其实并不完全意味着看不到 只是跟普通飞机比起来 雷达截面更小而已 它们通常靠两方面来实现的 一个就是调整外观 偏转雷达波 使机不会按照原路反射回去 锐利的边缘和多棱角的结构 都有明显的好处 这点看看F117就知道了 第二个就是使用特殊的涂层 将照射到身上的雷达波吸收掉 至于到底是怎样的涂层呢 那都是军事机密 我们就只能猜一猜了 据说里面是包含了碳纤维 甚至是碳纳米管的增强塑料 以及细颗粒的铁粉 用来将吸收的电磁波转化为热能 但这些涂层的缺点是 它们并不能吸收全部的雷达波 因为涂层的厚度正比于 它吸收波长的能力 涂层越厚呢 越能吸收波长更长的电磁波 涂层越薄就吸收不了长波 而战斗机的涂层能有多厚呢 所以雷达的机会就来了 发射低频长波就能够在远距离上探测到隐形飞机了 为什么相控阵雷达在这方面更强呢 因为想要发射低频长波 必须要天线够大 你看 这不正好就是相控阵雷达的天然优势吗 所以雷达和隐形 就像是毛和顿的故事一样 大家都在彼此的升级 也在彼此的制衡 我在以前上中学的时候 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军事杂志 还对美国有周斯顿和F22羡慕的咬牙切齿 如今我们也有自己的平面镇雷达和歼20了 着实为我热爱的祖国感到骄傲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